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宜兰养起了无毒大闸蟹 好山好水加上用心照料 这养出的大闸蟹这个大小超出了平均的水准 最重的有八两重 堪称是大闸蟹王 无毒养殖虽然麻烦 但是通过了无毒认证的大闸蟹 还没有收成 已经全都被订购一空了 想吃还要排到明年呢 台北市民大道的高级火锅餐厅里 师傅正在料理的是秋天限定版 大闸蟹的做法超简单 铺上紫苏叶 去腥去寒 大火先蒸五分钟 然后撒上啤酒随意不干杯 谢谢螃蟹们为味蕾捐躯 就只要滴两滴就好 然后就会有香气 就啤酒味的味道 两分钟后大闸蟹就可以登场演出 最当季的秋之味 甘香肥美的蟹膏蟹黄 颜色鲜艳橙黄 诱惑唾液腺分泌 一入口让人恍神找不到形容词 来贴切这销魂滋味 很新鲜 而且蟹膏非常多 蟹膏很多 蟹膏很多 甜甜的 绵密的 就是很浓 很像吃到玉泥的那种感觉吗 老板曾一线 专业及美食家 爱吃大闸蟹 特地推出和熟客分享 之前因为进口大闸蟹有安全疑虑 停卖两三年 今年找到的在地新鲜货 终于可以大快左移熬一线 比较放心 对 各种反应都非常好 对 那它们的高的香浓度 绝对不输给大陆的大闸蟹 所以这次我们台湾 自己养殖的大闸蟹 非常成功 不够卖 卖不够 然后我们是继续订货已经没有了 对 这次太热烈了 高厚肥美的大闸蟹就生长在蓝阳平原上 中国血统台湾成长 每到中秋过后一个月登大廊成功后 就开始不安于迟 蠢蠢欲动 每天在观察 它就跟朋友一样 它米的豆腐都知道 一般它会藏在水草的根部 它会米在水草的根部下面 所以一般我们会轻轻地踩它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听它呼吸的声音 它晚上会出现 就有那个啵啵啵啵啵啵它呼吸的声音 我们就知道它方向在哪里 在刚放干水的池子里挖饱的是蟹老板杨诗益 最爱混水摸蟹 走个几步路手道勤来不费功夫 现在的水位还不够低 如果再低一点的话就更容易 这边有一只 哇 得多吃 得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边拍一只 大闸蟹通常躲在水草底下 或是烂泥巴里玩躲猫猫 杨诗益和伙伴补蟹行动 得要小心翼翼步步为营 才不会伤到螃蟹 这只八只 这只 这只大概在七 应该最起码在六两半到七两 市面上贩售的大闸蟹 大小通常在四两到四两半左右 杨诗益的池子里 三分之一以上是超过六两的大个子 罕见的八两巨无霸 在这里比比皆是 杨诗益可说是台湾第一蟹老板 小朋友 哇 这只粗 这只多少 这只差不多 大概最起码要七两以上 拿起来之后它就像石头一样 这种蟹一般只要蒸出来 的那个糕就是全部都是满 能够养出半斤左右的大闸蟹 杨诗益其实有佩服 养殖池头其所好 池里种满大闸蟹最爱的苦草 提供遮蔽躲藏和纤维质零嘴来源 堪称养殖界的别墅 雪山山脉脚边环境临污染 山海环抱之间风水一级棒 大闸蟹住得比中国家乡更享受 我们后面这个就是雪山 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叫做 我们的大闸蟹是喝越式矿泉水长大的 就是因为它跟越式是同一个水 不要这样 有好水值还得不嫌麻烦 续持养水 杨诗益对养殖细节绝不马虎 原本做的是广告设计 因为帮中国的大闸蟹业者 做包装行销 而深入接触了大闸蟹养殖这个行业 几年前对岸大闸蟹频频验出禁药成分 让台湾老韬望之却步 他从中发现了大商机 因此卷起裤管缭楼去 找地蛙池和朋友一起合伙养蟹 每年亲自到对岸选蟹苗进口 从DNA开始控管品质 投好壮壮成功一半 你先去挑 父母都是180公分以上的 爸爸是180公分 妈妈是170公分的小孩 你来给他牛排跟牛奶 他就长到200公分 可是你找一个爸爸是150公分 妈妈是140公分 你给他两顿牛排 他还是胸子长到170 螃蟹上岸后得先浸身沐浴 然后依照大小住到过境旅馆 继续吃饱饱睡好好 等待客人上门选秀带出场 我左手这一只是母的 这一只它的肚子是圆的 有没有 它的肚子是圆的 然后这一只是公的 它肚子是尖的 6两以上的我们会放在这一边 然后6两以下的会分到这一边 石子里减食杂物 维持水质的是黄永宽 水产养殖经验超过20年 是台湾第一批养泰国虾的 十组辈之一 还曾经在台北开过 知名的钓虾场 功夫一等一 这最小的都五粮半以上 五粮半以上 对 最小的都五粮半以上 那一只都只只有600块 不只啦 我们五粮半以上的就只有 最小的都要800块以上 800块以上 对 那这现在多少只可以吗 目前的话一百一百二十只了 加一百二十只 对 那这一只多少钱 这一只哦 这一只目前可能 应该都30万啦 那虽然是比较重大来说 这面里应该也还有70万 那这才多少钱 那这数量较多 那数量较多 如果三四粮这种的 一只都400块 如果四至五粮的 这种就要吃得太多 你说的600块 我们三个人都在这里 那不是这样 都有人在照顾 之前养虾子时 黄永宽因为太过劳累 加上接触太多药物抗生素 曾经得过猛爆性肝炎 鬼门关前走一回 让他深刻反省养殖业 普遍使用药物抗病的做法 于是改养五毒虾 有病害嘛 所以说他们不做设备 因为这套设备划下去的话 真的蛮庞大的 在养殖的过程也蛮辛苦 要养五毒虾真的蛮辛苦 都是要伦理去做的 用药就是最简单的 最轻松的 当初杨世益找他提供技术 合作养大闸蟹 黄永宽唯一的条件 就是要做五毒蟹 他找我的时候 我说你有两种选项 你如果要用药物 你就不用找我 因为药物的东西的话 我去摸就怕了 做有机的 第一 你赚这种钱 你做得心安理得 第二 你做了 你会觉得说 你自己在这个场所在走动 这样我们都触角 在池子领域里面 走来走去的 为什么我们不怕 因为我们没有药物 舍弃最简单的药物抗生素 要对抗池子里的病菌 靠的就是设备和原理 抽水机循环过滤池底污水 石边沟渠将水里的沼气 曝晒蒸发 天然石灰粉杀菌 频率是别人好几倍 自找麻烦却乐在其中 高纲啦 就是说可能就是别人 可能一天 他要花四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我们可能就是必须要花到12个小时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我们在彼此在聊天的时候 我也跟他们讲 我说有时候 体力也是一种高度 就是说当别人没办法 像你们花这么多时间 愿意花这么多时间的时候 你们我们也能够产生所谓的高度 工作伙伴阿琪 清蒸的是附近乌石港 当天上岸的新鲜很老啊 15吃螃蟹 每天140公斤海之味四厚 营养超好 每餐都得煮熟 避免生冷 吃坏肚子污染水质 有很多的童男业者来参观 也是在骂童子 干嘛要这么麻烦呢 可是在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说 既然要做有机的 要做养殖的 的话来讲 就是尽量要努力 要勤奋一点 舍得投资设备不怕琐碎 掌握细节魔鬼 杨试义和伙伴们 把大闸蟹养得头好壮壮 收成率达到三成以上 不输一般的特药蟹 无毒品质经过海洋大学 水产检验中心的认证 一到秋天就成了当红榨子蟹 两万只不够卖 还没抓起来 就已经被下定包养一抠 杨试义说 大闸蟹的宫蟹膏 母蟹黄 本身的奶油香气就非常浓郁 口感绵密 清蒸十分钟 原味是最棒的吃法 黄是比较甜的 它甜 然后比较细 它的肉质比较细 那宫的话 它的 它是比较香 然后 就是糕的 对 比较浓稠 那个味道是让你 今年吃完明年 肯定还会在想念的一种味道 想念一整年 当然 你只要看到秋天的时候 你就觉得 你一定要吃到这个东西 不然 你这今年的秋天 你会觉得很郁闷 许多没订到的客人直奔养蟹厂 还是买不到货 只能妄谢心探 廖小姐刚好遇到谢老板 要争给镜头拍摄的大闸蟹 扎便车 假免急 大乎过瘾 来 这边还有得吃大闸蟹 超爽的 你谈到 我谈到 刚才你是吃药片的表情 因为我很惊讶 因为其实我不太会吃螃蟹 然后就是刚刚吃下去好鲜 就是cream的感觉 在嘴中化开 然后就是一股鲜味跑出来 哇 你超会喜欢 没有 是真的 真的 对 那那个蟹脚沾高 蟹脚的那个 肉就是也蛮扎实的 它还蛮好吃的 对 所以你真的赚到了 我真的赚到了 你知道这一只都好吗 我不知道 这一只只打600块 我赚到了 蛮爽的 靠着大闸蟹双嚣夹注新台币 甜美的滋味 有辛苦付出的回报 和被认同的骄傲肯定 你要养到每一只 交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 让他觉得吃到的是 一个品质最好 然后口味最好的 大闸蟹 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吧 蟹老板们 混水摸蟹 工作不摸鱼 看准无毒市场 目标迈向台湾 大闸蟹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